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的阳光强度会变得更强 因为高空的云层离开之后 天气就更稳定了 但明天还有些事情要注意 那我们就来提醒大家 正好来看一下 在未来的一个礼拜的天气状况 会怎么样的变化 我把未来一周分成了三个 五个阶段来告诉大家 先来讲到明天 先注意到上午的时候是天气晴朗 下午的时候有午后雷震雨 哪里有午后雷震雨 北部有午后雷震雨 东半部地区有午后雷震雨 包含宜兰跟花莲 山区部分 那再来就是中部南投以北的山区 会有午后雷震雨出现 所以下午外出活动的时候 山区活动要注意 会有一些农雾的状况出现 那最主要一点是因为 北边有个封面带通过 水气的发展在台湾附近 环境场增加了 但到了礼拜天水气又减少了 高温的部分就在32度的高温 接着周一跟周二要特别注意是雾的状况 会比较明显 接着到了周二的晚上到周三的清晨的时候 另外一道封面再度通过 北部有雨 但南部地区仍然是天气晴朗 接着到了礼拜四礼拜五 下周四下周五的时候 又回到了一个有午后震雨的天气状况 要提醒大家天气晴的时候要防晒 还要记得补充水分 因为明天的高温的部分 都会在30度以上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于 雾的状况来说 在清晨的西半部地区 像在云嘉南平原空旷地区 马祖金门相对的都会有 尤其马祖金门还会受到 因为现在封面要接近关系 会有一些低空的云层影响 一大早的航班也要注意 那另外就是空气品质的状况 会明显的比较偏差 说到空气品质 来看看现在晚上的空气品质 我们的风向已经吹着有点 偏着东南风上来到南风 风场吹着南风 温度状况是偏高 风场吹着南风 我们的污染物都在陆地上面 排不出去 所以现在目前在整个 西半部地区的空气品质状况 都明显的属于偏差的状况 那接着来看动态的云图 动态云图当作来 我们注意这条 这里是一个封面带 我们注意到封面的水器带来说 最主要它逐渐在往东的方向 在移动 但是前半段的云层 已经逐渐的离开了 后半段的云层 现在留在了台湾的北方 海面跟包含了华南地区 而这后半段的云层 在明天之后开始会逐渐的 在往北的方向抬升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台湾上空 明天的风向 仍然是一个比较偏南风 要转西南风上来 相对的偏南风上来之下 温度状况偏高 伴随着晚上的时候 就容易因为海面上潮湿水气进来 进到了比较低 温度下降快的地面之后呢 就会凝结成一些薄雾的状况 清晨的时候最为明显 从这张真实色彩的云图当中 可以注意到 水气的发展仍然有 从孟加拉湾这边输送过来 而整个封面带的位置呢 就差不多是在于 这个大陆的长江以南 到华南以北这一段 那这一段的整个封面带呢 再来它会再往北台深 那最主要呢 前半段的封面带 已经逐渐的东移了 对于我们来说呢 整个水气的发展来说 在明天的时候 伴随着中午以后的中部以北 会有午后雷震雨 南部地区仍然天气晴了 但这个封面带 再往北台深了之后呢 形成的另外一道封面云带呢 这道封面系统 就是下个礼拜二晚上 才会要接近的系统 说到下礼拜二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地面图 这张就是下中二的地面图 从中二的地面图上 我们可以注意到 北方有个微弱的高压东移了 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 冷高压的强度已经减弱了 因为现在这个时候 太阳照射到北半球以后呢 我们地表的温度 正在增加当中 所以使得高压的强度 都已经是偏弱 而这个高压在东移的过程当中 会把这个封面带呢 它逐渐的前半段在带离 所以到礼拜三的时候 封面带走了 但是北方的高压 在东移的过程当中呢 在周三的时候 它会带进来一点点微弱的东北风 所以北部的朋友会发现到 下周三的高温略降 大概降了四度到五度 也就是在三十度降到了 二十五六度左右 那只有周三喔 当然周四以后呢 整个高压系统在东移之后 我们的温度场 又在逐渐的上升当中 春天的系统整个变化快 你也可以注意到 整个属于春雨的状况来说 已经都开始逐渐的在减少了 所以对于中南部来说呢 水的旱向来说仍然要持续 什么时候才会有进涨 要等到了五月份以后 美雨系统能够到台湾上空 要能够到台湾上空喔 这样对我们的雨才会 水分还有雨的部分 才会有所进涨 这一点还是要提醒在 中南部的朋友要注意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温度了 先注意到晚上温度还是凉 那在白天的高温是属于温度高 午后真雨的状况在整个苗栗以北 都容易发展 所以相对的下午的山区 容易有浓雾要注意 中部地区天气晴朗 日夜温差非常的明显 而到了南部地区呢 是中午暖 高温一样在32 33度的高温 早晚是舒适 东半部地区呢 在山区下午有雨 要特别注意喔 因为现在还是有些雨震喔 落实的状况 仍然时刻会在东部地区出现 歪岛地区的夜晚温度凉之下 要特别注意会有浓雾的现象 未来一个礼拜我们可以注意到 从礼拜六有点午后 趁雨日周一周二天气好 周二晚上到周三 微弱封面通过 北部东部有影响 有没有注意到 中南部一个礼拜都没有影响喔 温度状况在高温的部分 都明显偏高 歪岛地区要注意雾的状况 小叮铃 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早晚凉 骑车要注意 清晨有局部 行车要注意安全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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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器 啊